他轉回轉過來之後的 那現在就要怎麼樣再把它轉 把民國再轉成 民國再轉成西元 那民國轉西元的話特別注意就是說 這個地方有一個 重點就是說 他如果因為他這個地方 假如說是 這個地方如果是民國99年的話 轉過去應該是多少 99年應該再加了19 11 加上1911 加上1911民國9年應該是多少 2010 2010 那如果100年的話 如果100年的話那就是20 2011 OK那轉換的方法我們來看一下我先把那個我寫好的程式 四個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民國 這邊我寫一個區集 民國轉西元 然後執行 OK 最後就轉出來了 2011 沒錯 OK 但是這邊的話呢 會有一些些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 城市部分呢 我怎麼寫的 第一個呢 也是一樣 其實跟上面的程式 大同小異 第一個就是什麼 先 確定一下他的範圍 那再來的話判斷說如果他是一個日期的話也跟上面是一樣的 接下來的話 要判斷什麼呢 如果 如果 這個逸爾史裡面的長度 大於 3 的話 大於3 其實這個地方好像不判斷也沒關係 因為這個地方是擔心說 如果我們裡面的 轉換的時候 裡面假設說有西元年的部分 西元年部分那就加 如果是大於3 大於3的話那就是 那是應該用到將來未來的日期上面大於3的話 也就是說一般我們處理我們來看一下這地方再把它轉回來好先把它轉回民國對不對 然後我們一個逐步來看一下好了先 取得第一個應該不是那第二個應該就是 這個地方 LEN我看一下 Sales 裡面的 裡面的這個值 我們 Ctrl加G 我現在把這個print出來 這個這個裡面的值 我們來看一下 他有進到回圈如果是大於3 總共有4個 那也就是說呢 我們用那個 EAR的部分 判斷 判斷他的那個 年的部分 那如果年的部分 他是在 應該是 是民國 這地方應該是 我記得好像是民國99年之後 因為擔心說他最後組出來的不正確 因為這個YEAR目前呢 我看一下現在把它print出來 print現在的YEAR 我現在如果說要知道說現在 這個Sales裡面的YEAR是多少的話 那教各位一個方法就是你可以用那個即時運算視窗 然後加上一個問號就可以把你的變數print出來 這邊掃個 1999 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呢 在民國 轉換成西元的時候呢 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怎麼說呢 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 雖然畫面上面看到的是 99年 1月 1號 看起來 乍看之下 是什麼呢 民國年 可是實際上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他其實存在那個 Essal裡面呢 他是用西元來存 並不是民國 特別注意 只是說我們現在看到的 看到的狀態以為是民國 但實際上 他還是用西元年來存 所以呢他如果看到99的話 他會把他當成什麼 1999 而不會當成 99年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我就要加什麼 加上11 OK加上11 加上11之後的話呢 再把他存回去 這樣的話呢 才會是正確的值 這特別注意 那有什麼地方是小於 如果是 19 那就 怕說 日期裡面 會小於 小於3的 我等一下再來看 OK那往下 判斷 OK那再來就把那日跟月 把它接在一起 所以這邊的話呢 X現在是2010的 因為要加 已經加上11了 加上11 再來的話把 月份跟日 組合起來 那最後的話呢 中間加個斜線 組出來的話 把它 寫回去 寫回去之後的話 特別注意 寫回去之後呢 他現在的格式是什麼格式呢 看一下 右鍵 最後的格式 看一下 這是自訂的格式 通用 他是一個 比較保險的做法是 再把這個格式 轉換為什麼 轉換為 日期格式 OK 把這個游標 Select上去 然後會得到一個 Selection 那他的這個 Selection 裡面加上 Lumber Formation Location 再給這個格式 也就等 這個動作 等同就按右鍵 儲存格式 把它改成什麼 日期的這個 這個格式一樣 所以剛剛的這個程式碼 這兩行程式碼 其實 可以用那個 錄製的方法 你可以錄製完之後 就可以產生 這兩段程式碼 OK 可以把它套用上去 好那這樣的方式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 這一個 民國年 剛剛的民國年 把它做個轉換 那全部轉換 出來之後的話 就會看到的是 像這樣的一個 結果 OK 好那 這樣的話 我剛剛看一下 99 如果99 他會把它當成是 1999 不會把它當成是99 可是如果100年的話 他會把它當成100年 他不會把它當成 這個 他不會自動去轉換 所以我們就是為了判斷 就是說如果99是1999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99 是1999 那我把它改成100的話 你會發現了 打勾之後 假設我這邊在run一下 應該他會跑到這邊 第一次不會 第二次的話 你會發現了 他會 跳到這邊來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這裡面的資料是100年的話 那100 假設你要轉換為那個 西元的話 必須要加上 1999 可是如果是99 他會把他 1999 1999的話 就加上 1999 主要在這個地方 差別 所以這個地方 判斷是否 我為 這個99 其實就是99 99 99 OK 主要是 如果是99的話 他會把它當成什麼 當成是 1999 但是100年的話 還是100年 所以要加 1999 OK 這樣數值才會正確 把它執行 OK 這樣就好了 最後的話 我想各位 加上那個 兩個按鈕 一個是 轉為 轉過來 轉過去 轉過來 就兩個按鈕 可以這樣 轉 但是你不能按錯 你會發現如果你按錯 現在已經中 中立 中立再轉中立會怎樣 錯了 再轉西里 也是錯了 這樣就錯了 轉不回來了 所以 如果你程式要寫得夠好的話 你還要判斷一下 他到底 是不是亂按 你要判斷說 他轉的 裡面的格式 裡面有什麼地方 可以當成判斷的點 不會讓他轉錯 所以最後的話 我想各位再加一個 這樣的一個按鈕 OK 程式部分大概類似這樣 如果已經寫好的同學 可以再看看 把那個 回圈 再 破回圈 如果真的寫完的話 行有餘力的話 再把它轉成 壞了回圈 壞了回圈 在書上的185頁就有了 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另外 將來 順便教各位一個訣竅 這個地方的即時運算視窗 我也常常利用這個來做debug 有些時候 你不知道說裡面到底存什麼的話 你可以透過即時運算視窗 他是在那個 檢視裡面的那個什麼 即時運算 即時的運算視窗 快速鍵是Ctrl G 可以跳出來之後呢 你前面再加一個 問號就是print出去 先幫我把這個變 裡面的直線讓我知道一下 到底是什麼 因為我不知道裡面多少 那我可以把它print出來 再做觀察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